第一个就是说吃鱼油 除了刚才树心说这个量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我们刚才才讲红麴 又可以降血脂 有的人红麴吃是他觉得不过瘾 然后要买个保险 他又来吃鱼油 那就变成是说你在这个使用上 就是说我刚才讲 你血脂也可能降太低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小心的部分 那当然购买就是说 你也要买这个品质比较好的 比如说有时候你买这个鱼油 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你本来是想要对身体有帮助 就造成另外一个副作用 那为什么会有写到说 Omega 6它反而有时候会让血压升高呢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说会导致 其实3的话它是抑制拧极 那6的话它是会阻止那个拧极 所以对血它会有一些影响 潘老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读过 因为我们读很多书 对不对 在鱼油里面主要成分是这个 EPA DHA 对不对 那EPA DHA大家一听就觉得说 这是好东西啊 真的确实能够降三酸甘油脂 那这样子我们真的不能每天吃吗 好 这就是我上次讲过的 就是说我们每人每天需要摄取 固定的油脂 刚刚我在保健室电子报还讲到 脂肪的摄取量是 每人每天的热量摄取的 20%到30% 所以你每天要摄取这么多的油脂 对身体才能健康 如果不吃油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也讲过 油呢 这个油要摄取好油 比如说我举例子 我一天要吃10cc的油 假设我算出来 我一天10cc的油是最正常的 如果这10cc的油都是坏油 那对我身体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 你这10cc的油要换成好油 这是我曾经讲过的 但是我也讲过有一件事你要记得 不可以吃超过10cc 吃超过10cc就是超过了 所以因此呢 我们现在是说 10cc这个上限人要维持 只是这里面的比例要改变 所以因此你刚刚讲说 Omega 3 Omega 6 这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 对 那饱和脂肪酸呢 就是比较动物性的 所以我们人是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都要有 都要 对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 Omega 3 Omega 6 还有一定的比例 目前来讲呢 以Omega 3来讲呢 我们是摄取太少的 因为正常的 太少 因为我们的 我们假设以10cc油的 这个油来讲的话呢 那饱和的 我们希望维持在20%以内 那不饱和的 希望维持在80%左右 但在80%里面呢 还希望是Omega 3 跟Omega 6的比例呢 能够 Omega 6大概是3 然后Omega 3大概是1 至少要3比1 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吃啊 你可以30比1都不止 所以30 为什么呢 因为Omega 3你几乎吃不到 如果你不吃鱼的话 你不吃亚麻仁的话 油的话你吃不到 你平常吃 你平常吃的像什么 花生油啦 玉米油啦 芝麻油啦 那个是Omega 6多 Omega 6多 所以变成Omega 6的比例很高 Omega 3的比例很低 所以这时候才会出现说 我们希望你要多吃Omega 3 这是因为比例不够 希望把你拉起来 也就是说 每人每天所吃的饮食习惯 我们要针对他来提出建议嘛 那已经看出你Omega 6太多 Omega 3不够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鼓励你要把Omega 3拉上来 那厂商弄一颗鱼油 把3跟6的比例 調好给我们吃 不是很好 没有它如果给你那个 给你那个鱼油的话 基本Omega 3都很高 比例都很高 一般它是 它是大概我记得是 有标40%或者到60% 那这样调整过来不错啊 对啊 很好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过 那你维持那个10cc的量 还是要维持啊 你不能吃太多啊 那一颗没有10cc啊 一颗是一公克喔 一公克是多少你知道吗 一公克的话是 大概是可以说是 一公克大概是1cc左右 所以你如果 对啊 那你如果每天吃的话 那就不得了 那就多了 那我们人体的摄取的油量 应该30公克是不是呢 要算 要看你的 那看你的身材 体重 还有基础代谢率 都要算进来 所以换句话说 大概一个礼拜吃1到2颗 2颗 2颗左右 不要每天吃 尽量你有吃鱼油对不对 以前我吃很多鱼油 可是后来潘老师 我记得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拿鱼油来比一比 没有 就改吃亚麻人油 对 植物性的 对 那所以我现在改吃亚麻人油 我现在鱼油就不吃了 现在没有吃了 要吃亚麻人油 那我来问 不是 我当时说 改吃亚麻人油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因为呢 现在我们发现那些残忍的 这个击杀这些海豹 然后造成我们环保的问题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呢 去牺牲我们大自然的动物 来满足你个人的欲望 那所以因此呢 从这种环保的观点来讲呢 我们不如吃素鱼油 素的鱼油 所以我第一个观念是从这里来的 环保的观念 那第二个观念是说呢 这个所谓的鱼油 我怕它有重金属的污染 那这时候呢 我又怕它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才这样讲 但是呢我要强调的是呢 鱼油的品质也不差也很好 所以如果你能一个礼拜 能够照我们健康同学会讲过 怎么吃鱼 我今天也没空讲了 就是你怎么吃鱼 一周吃个两三次鱼 这还是对的啦